Hello 上一次拍片都幾個星期之前 經過了有點忙 天氣都下雨 今天天氣都下雨 不如拍一下片 上次講完我的情緒 我真的覺得非常之重要 其實難的 因為其實你 這麼大件事發生在你身上 你很難去 去搞定自己的情緒 但其實都是一個學習過程 我自己覺得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個 lesson 今次我都可能想講一下 不如講一下飲食和生活 飲食方面 我想很多 cancer patient 患者 都會在飲食著手 有很多不同的人 會選擇不同的方法 但也有些共通的地方 大家都覺得不要再吃那些炸菜 不要吃抑制牙蜜 即是腸仔 業制的不產肉 bacon 不要再喝酒 我想這些不用爭 但也有很多其他的位置 都很難說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例如吃齋 還是我自己就生酮飲食 但我也不會跟別人說 說服人要去Keto 因為其實 我想這件事很personal 因為 適不適合你 每個身體狀況 還有 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 你就算吃那樣 那個 那個飲食方法 你都要理解 那個飲食方法背後的原理 因為很容易吃錯 即是你吃齋 可以吃得很不平衡 可以吃很多很重糖粉的炸菜 或者是一些被改造過的食物產品 即是那些 即現在很流行的 impossible meat 那些是否有數據證 他身體有什麼 因為太新了 我想 但是 即是素食是好的 我自己真的 但是自己是做生酮飲食的 因為我 我 我也想繼續吃肉 我覺得都需要吸收多些脂肪 去 因為我自己 都幾瘦一下 即是 所以都想 增回房子 所以吃齋 有點難度 增房子 所以我就想 用Keto 同時又不用介 我最喜歡吃的海鮮 那些 所以 我覺得 我又不會跟別人說 要生酮飲食 會有什麼 因為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身體都要自己去感受一下 適合什麼 因為我 開始吃生酮飲食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很慢地去試 首先 我不吃飯 即是不吃白飯 慢慢地感受一下 我有什麼問題 發覺 一不吃白飯之後 愛人精神了很多 完全沒有那種 累的 感覺 那 早上起床 早了 那這個 可能我真的適合這個飲食方法 那就慢慢去再研究多些 因為 開始你不知道的 你很多位 洋蔥原來都是 限水化物 很多這些 細微的 你不知道的 豆腐原來都很重 那這個是慢慢去學習 但是 就是真的去自己感受 適合自己 那 有些人嘗試吃生酮飲食 可能有些問題 就可能本身身體不適應 或者他吃生酮飲食 就純粹吃肉和菜 但是就沒有吃夠脂肪 好的脂肪 那就可能會有些不夠 就是不夠營養 或者會有些暈 那所以我覺得 你 嘗試一種 新的飲食習慣 那個時間 都 請你研究一下 他的背後原來 看多幾本書 看多幾個YouTuber 分清楚 是什麼 因為其實 傳統營養師 寫說生酮飲食 是有些問題 就是會 不夠營養 吸收得不夠 會 會 會 跌磅 那 因為 對 因為 問題就是你 戒掉了澱粉質之後 你 吃同樣的東西 戒掉澱粉質 那就出了問題了 但是 你 適當地去調節高脂肪 那樣東西 就可以取締了 碳水化合物 而 令到身體 是有足夠的能量 那這個就是 很多時候 你聽 營養師說 又有個道理 生酮飲食的人 又好像有個道理 但他中間就有一個位 我自己看就是大家都雞同鴨說的 那所以 就很多時候 可能自己 留意一下 一些資訊 或者研究一下 可能就會理解清楚 那再加上自己 慢慢 逐步逐步去試 看看身體 差不多 那 那素食的 都是同樣的 你懂素 都要知道哪些 要補充回蛋白質 或者B12 那 那 我想這個我不是太熟 但是 就是 就是 進入一個飲食 新的飲食習慣 那時候 都 都我覺得需要研究一下 不要 隨便 然後說不合理 那 那 另外一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會 請教醫生 可不可以這樣吃 那 這個我自己覺得 就是有些 就是 你問醫生 很多東西是好的 醫療上 但是你問飲食 醫生就是幫不了你 因為醫生 為什麼呢 因為醫生是 他的專科 首先不是營養 很多時候 另外就是 他說的 一定要有數據 一定要有所有研究的 做Base 才可以說 醫生就是一個這樣的職業 是講數據的 你跟他說 一些 沒有真的研究過 cancer patient 和生酮飲食 雖然都有些做研究 但是不多 那你這樣問他 他保險起見 很多時候都說盡量不要 均衡飲食 但是不代表 這件事不合適 因為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研究 他真的很仔細地去做 所以很多的位置就是 你問 你問什麼人 其實你都要明白 他本身的立場 他究竟 可不可以這樣回答你 有些醫生 開明一點 就說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你的反應 好像中醫一樣 可以提中醫 有些醫生是比較好睡的 有些就說不要吃中藥 但是什麼叫中藥 是定義不到的 有些東西 當然有些藥材 很明顯是中藥 但是 很多時候說不要吃中藥 其實是一個 安全起見 一怕你吃了東西 就說不要吃中藥 但是其實中藥可以用很多 不是這麼藥材的材料 可以是一些 比較是動物 天然一點的材料 不是天然 很厲害 那些 蠍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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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蠍 化療就真的什麼都吃進肚子 因為最重要是不要跌磅 所以化療的時候 我絕對是 沒什麼胃口都要吃 一定保持炭水 甚至如果很困難 你都要喝很多營養奶 營養奶是重糖分都要喝 因為你什麼都吃不到 所以如果吃到東西就吃東西 吃不到東西都喝營養奶 這個也是一個建議 因為 同時間我覺得這樣 complete 怎樣飲料的食物 我覺得有點滿意 有ững人 我真是虱人家 吃著麥當�掉好 吃著醒來 最重要是自己吃 更高興 麥當勞好 都大有人在 因為最重要是自己吃得開心 我有時覺得開心比其他東西更重要 因為你開心就所有細胞都開心 但對於我自己就是 如果我吃了麥當勞餐之後 我就會不開心兩天 好像複毒一樣 所以我就比較著緊自己吃什麼 我都會吃很多新鮮蔬菜 以前當然沒那麼多 但現在就真的會 尤其是在離島 更加可以有機會找到 甚至農村種的 沒有農藥的一些菜 所以 飲食上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研究一下 我想今天也說了 下次我也想說多些 我其他生活習慣 例如運動 我做瑜伽 或者是在學一些打坐 那些都我覺得 很有趣 其實感恩有這個病 我學多很多新的東西 所以 下次再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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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